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寿美 我是陈尔老师 现在的申请季已经到了一半了 就是高中申请本科 那么有的同学拿到了好的offer 但这个早申的这样的录取 确实还是很少的这些最优秀的学生 那么大多数的学生现在还没有拿到offer 或者有的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有被拒的情况 那么最近我们也接到了非常多的家长来询问 就是如果我没有申请到理想的大学 这怎么办 那么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想有几点 我来总结一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 第一就是现在的能力还达不到 这样能够一步到位的这样的情况下 一定要对自己的未来的解决方案慎重考虑 什么叫一步到位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家长 中国的学生都是想进什么前20 前30 腾校 前60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但是如果现在的成绩 比如我托福的分数 我的现在的高中的成绩 我ICT成绩 我就是达不到这个情况 那么该怎么办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说 我就让孩子再考 多考三次托福 多少多少次托福 那么他可能在短期之内 他还是达不到 因为他在这个时间当中 可能他如果已经考了五次了 都是比如70分60分的 你说一下搞90分 那这里面很不容易达到 那么如果在这里头 就是太过于执着的追求 说一步到位 那么很有可能去找到一些做假的 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 做假 其实他并不是说免费的 做假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他做假的人 对吧 在我们看到有陆续的在美国 这个Valte Blue 就是升学做假的 这个这次大案当中 有50多个家长都被判刑了 对吧 那么呢 学生呢也是被开除 所以呢 你是等于又丢了钱 又丢了时间 又丢了名誉 而且呢 还有牢狱之灾 那这个显然是不适合的 不合适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呢 就要想 我有别的什么样的办法 所以呢 我呢一直跟家长讲 这个后人呢 有金桥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金桥呢 它有两类 一类呢 就是大家以前可能听说过的 去社区学院 然后进入 最后呢 进入公立大学的体系 比如加拿大呀 像Michigan大学呀 像Wisconsin Medicine呀 就是你在社区学院 读两年 然后呢 进入到体系 那么这个方式呢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对社区学院 不太了解 所以以前呢 在旅行顺畅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些情况 都是跟家长来说呢 我们来 在社区学院的来 实地来考察一下 你全家来了解了以后 那么你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第二呢 就是对 我最后转不了学 怎么办呢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方面的 后人的金桥呢 其实是提供 两年的 这个指导的 而且呢 我们的有两个办公室呢 都是在社区学院里面呢 提供指导 那目前有很多的 这样的例子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 就是通过一些大学的 它的一些特殊的 这样的一个录取的 一个结构 这些并不是说 什么捐款呀 作假呀 什么运动员呀 不是通过这个 就比如说像哥大 像达特茅斯 像华大圣路易斯 那么他们的都有呢 对理工科的学生呢 有通过文理学院 然后通过三加二 就是在文理学院三年 转学 转进到 哥大 华大圣路易斯 达特茅斯 这样的这种 它的这个种子校的 这样的项目 那么这种情况呢 这个学生呢 也可以 对吧 进到文理学院 然后呢 通过两年三年的 三年的努力吧 然后进入 那这里面的就要注意呢 这种三年的 这样的项目呢 它和社区学院的 转学呢 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对学的要求呢 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严格的 并不是说你这个达不到 而是呢 这里面呢 需要持续的支持 所以这种情况呢 它更需要精巧的支持 并不是说呢 哎 种子学校 我只要一进去了 像福特汉姆啊 什么乔治成啊 什么 Permona呀 都是种子校 对吧 包括Piperdine 但是我进去这以后 我真正最后 我能不能转学转进去 比如说还有像 像这个Chatham 就是皮特宝的一个 Chatham University 那种转到这个CMU 但是呢 很多学生在最后呢 他没有转进去 这里面呢 就是他过程中呢 会出一个问题 因为这需要三年的努力 所以呢 金桥呢 它的主要的一个核心呢 实际上通过两年三年的 这样的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推进呢 让学生能够达到大学呢 这种专门的录取的要求 对吧 因为我本科的这个 直接的申请 直接录取到UCLA啊 UC Berkeley啊 这个哥大呀 那是比较难 但是呢 通过这个金桥呢 而且呢 通过他的这个学校的 特殊的这样一个项目 一个机制呢 那么进去呢 它的这个可能性呢 要提高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这是提高好几个数量级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可以 那甚至呢 如果有非传统的这样的学生 呢 进入到哈佛 就最后拿到哈佛的本科毕业证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那你要符合他的 这一套的这些条件 那么这里边呢 中间呢 要有持续的支持 所以呢 不要走歪路 对吧 能够不在不能 一步到位的情况下 选一个 对自己能够 可能最好的一个方案 再有一个呢 就是要克服 对未来的这样的恐惧 对啊 那这里面呢 其实呢 要有对美国教育的了解 要有好的这个导师 那么还有呢 就是早做准备 早做规划 那最关键的 其实呢 这里面并不是说呢 咱们来投机取巧 就只要进了社区 社区学院 就能进入伯克利 或者只要进了文化学院 就能进科大 这个都是不存在的 那这里面 它关键的是 你通过这 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呢 你有一个非常实际的 这个水平的提高 这里面 它是需要有很多的 这样的支持的 所以呢 在这种进入金桥呢 像我们呢 都是对学生的 要一个预先的一个测评 你看这个学生 他的数学程度啊 他的英文程度啊 还有他是不是听话呀 对吧 那么呢 这样测评评估以后呢 我们会对他未来 可能达到的一个 什么目标呢 能够有一个判断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大家一起来努力呢 其实进到 比如加拿大伯克利啊 加拿大洛杉矶啊 像哥大啊 达特茅斯啊 华大圣路易斯啊 其实并不是那么难 那么呢 如果呢 你的这个孩子 哪个同学 你是有梦想 对吧 进入这样的 我说的前二十的 这样的本科 但现在的 我的水平又不够 那么呢 可以来找后人 来我们来给你 做一下这个评估 可能呢 这个呢 是你能达到梦想 的一个途径 对 好的 那今天呢 讲到这儿 希望对一些同学 和家长呢 能够有启发 能够有帮助 如果你在留学美国 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辅导啊 就业指导啊 这里面有需要提高的 有些这个问题 都可以来联系后人 那么呢 我们一定来努力的 来帮助你 好 那最后感谢你 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